网路麻将传出有炸毒事件 那么由于这个有问题的业者呢 跟艺人天心所代言的网路麻将公司是有合作的关系 也让外界质疑天心代言的产品有没有问题 刚好他昨天晚间出席场活动 赶快趁这个机会对媒体大声喊冤 澄清他所代言的麻将的这个游戏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穿着清爽春装才刚到服装秀现场 天心马上成为所有美光灯焦点 因为他代言的麻将大赛网路代理商事前炸毒 让他差点被扯进了社会案件 有出这事情的这款游戏不是我代言的 不是我的游戏所以有点混淆了 所以我其实这时候当然也是也很紧张 一脸无辜天心大喊冤枉 极力澄清自己代言的麻将大赛及公司 都跟出问题的线上游戏不同 但其实消息传出后他也一度很紧张 其实在这一时间得知消息马上也去查证 包括华裔还有我其实我们都是受害者 真的是最佳代言人 天心已在为代言公司护航 只是代理商出问题 不只让天心被外界质疑 是不是选错了代言商品 还差点被扯进线上游戏炸毒案件 成了社会版新闻主角 面对这一切困扰目前天心也只表示 目前是否提告全都交由公司决定 全新新闻简正事物体台北报道